几个男人正在房间里玩牌 原本这是一场普通的牌局 却出现出了金钱外的赌注 杰克将顶天顺摊在桌子上嘲讽 尼克把满堂红扔了出来 众人都觉得过于离谱 皮特忍不住质问其身份 几人基本都是固定的牌友 尼克自称是诺曼的表哥 来顶替生病的表弟 这番话让杰克很疑惑 他还想再去拿瓶啤酒 却发现冰箱里面空空如也 作为这个家的主人 皮特应该负责提供啤酒 但那些已经被他们霍霍完了 托尼也开始分发扑克 这次不能展示牌面 在下注的时候才能摊开 托尼突然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 尼克居然又拿到了6 皮特疑惑为什么他一直都有6 他只是摇了摇头 马丁在此时选择弃牌 随后去厨房寻找头疼药 而尼克又拿到了一张6 杰克忍不住质问怎么回事 他一个人拿到太多6了 尼克自己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然后将手牌丢弃 几人见他离开后 连忙讨论 这家伙绝对有问题 正常人不可能每把都拿到6 因为谁都知道 三张6代表什么意思 托尼立马想到邪恶和撒旦 如果想要证明这一点 只需要看他的底牌就行 皮特双手上前掀开牌面 三张6出现在眼前 托尼连忙捂住尖叫的杰克 这只能证明尼克真的是恶魔 可他为什么要在这间屋子打牌 皮特决定打电话证实一下 杰克突然想到理由 他要收走三人其中一人的灵魂 皮特是首当其冲的对象 毕竟这间房间是他的 可杰克胸口也会莫名疼痛 他连忙表示自己很健康 恐怖的是 电话那头没人回应 这时尼克走了进来 几人进入警惕状态 诺曼没有在家养病 因为他根本就没在家 杰克也开始逼问666先生 尼克解释诺曼出去照顾生病的叔叔 而现在是死去的叔叔 三人文言惊恐地瞪大双眼 尼克来到这里 发现有趣的牌局 也不想破坏气氛 赢的钱都可以拿回去 皮特不满 他没有自我介绍 尼克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三人再次被吓得绷紧神经 至于那个人到底是谁 尼克卖起了关子 杰克无语恶魔 也不能这么混蛋吧 既然大家都是天生的玩家 不如用牌局来定 三个人各选一张 点数最大的那一位 就要被收走灵魂 他们只能被迫同意下来 尼克将牌划成一条 托尼被选中第一个接牌 他还想拉上马丁降低概率 却被告知 马丁只会选到小牌 太无辜的人不会被选中 托尼颤长巍巍 选中一张红星疤 杰克挑了一张黑桃七 直接笑得合不拢嘴 接下来就是托尼和皮特二选一 只见他缓慢抽出一张扑克 掀开一看 竟然是张黑桃J 这就意味着皮特要寄了 杰克急忙安慰 他们会好好打扫现场 不用担心家里一片混乱 托尼也会打电话给他的妻子 毕竟两人都盼着对方早点死 皮特之一排局被操控了 就像那些魔术师一样 尼克没有再过多解释 现在皮特要和他离开了 托尼忍不住开口请求 皮特只是想博取一个机会 尼克表示 这是结局 杰克也上前支持托尼的说法 或许在地狱里已经是定局 但是在新泽西的处理方式 可不是这样的 尼克疑惑有什么好的建议 皮特当即要一对一一把定胜负 尼克排银也上来了 两人就要在排桌上进行对决 皮特用灵魂作为赌注 尼克则是将18美元推了过来 3个6等于18非常合理 皮特却要19美元 尼克将一块加到上面 这场排局由皮特决定游戏玩法 那就是低排局 尼克脸色难看起来 托尼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 正常排局是点数高获胜 低排局就是点数小的赢 这就意味着 手中的排要尽可能的不同 如果尼克一直拿到三张6的话 皮特很容易赢下排局 尼克沉着脸宣布开始 两张牌被发到各自面前 马丁也在此时回到座位上 皮特缓缓掀开排面 是一张方块5 一脸猛低的马丁 在听完赌注后 不敢置信地看着两人 此时皮特又抽到了一张5 而尼克已经有了两张6 三人开心没多久 下张牌还是一张5 三张5在底排局很难赢 托尼安慰不要慌张 只要尼克再拿到一张6还是能赢的 果不其然 下一张牌依旧是6 皮特迅速给自己发了一张 竟然还是一张5 这简直就是去地狱的单程票 托尼表示还有一线生机 尼克的底牌还没有亮出来 如果他有四条6就能赢 但是这种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尼克缓缓地将牌掀开 屋内的温度仿佛被冻结一般 谁都没想到 这是一张死亡牌 尼克瞪大双眼地提醒皮特走人 并且警告离开之前 所有人都不许动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皮特 一步步走向死亡 马丁不解这牌代表了什么 当他手中触碰的那一刻 尼克想阻止 都来不及 一道刺眼的白光照亮屋内 死亡牌慢慢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决定胜负的梅花溜 尼克不由摇头叹气 这恶魔竟然想骗他们 明明是皮特赢得了牌局 猛逼的马丁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出千的人到哪都不会受到尊重 尼克很抱歉 没控制住自己 他可是恶魔不是人 三人气势汹汹地上前压迫 尼克诡异地拍了拍手 一阵声音从屋内散开 这算是给众人的补偿 正常的流程可不会是这样 谁让他是一个慷慨的人 随后头也不回走出大门 此时几人惊讶地发现 厨房里摆满了丰盛的食物 冰箱里也装满了啤酒 夏日狂欢正式开始 为此庆祝从阴阳魔界中归来